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尔萨斯孔子学院协办的第十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法国大驱赛于2015年6月13日在斯特拉斯堡大区议会会场举行 25名来自法国各地的大学生选手们 6月12日便抵达斯特拉斯堡 参加了第二天的参赛顺序抽签和比试考试 并进行了赛前的最后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选手 闪亮灯场 有请 在6月13日上午的开幕式上 选手们首先集体登台亮相 合唱汉语桥主题歌 然后按照比赛归程 开始了汉语主题演讲和才艺表演的激烈竞争 我叫小米 你们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叫小米 想 想 想 好 好 我想了很久 终于决定了叫周乾隆 在中国有很多名人也姓周 比如说周与周恩来 周杰伦 还有一个朝代也姓周 而乾隆就是有钱的农民 我来自一个很小很小 都是农民的村子 有钱是我的梦想 只可惜 某的老师不太喜欢这个名字 于是我不久又有了个姓名字 周帝伯 皇帝的帝 伯学的伯 伯学的皇帝 吕布奇的是赤兔兽 张飞的是乌椎马 赤兔兽好像一片红霞 乌椎马好四块乌云 乌云拖着红霞 红霞裹着乌云 对于是乌椎马好四块乌云 蒂波祝兰 经过一天紧张而又精彩的比赛 最后由来自法国北部 阿尔托瓦孔子学院的选手 周蒂波获得第一名 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完全没有赢 这是一个大惊喜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 为文科 如果没有他 没有今天的我 我想明年 再参加韩语球比赛 但是我现在好好复习 复习我的评书 在中国赢 因为我是最好的 周蒂波今年19岁 学汉语才两年时间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 汉语乔法国大区赛 他充满幽默的主题演讲 和咬字准确 绘声绘色的评书表演 《三英战旅步》 给评委和全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高中以后 我才有机会学习汉语 学了汉语以后 我真的爱上了中国文化 一年半以后 我又迷上了卡特淑琴 学汉语和弹书琴成为我的最爱 二者缺一不可 放弃哪个我都受不了 用书琴弹奏中国歌 既能学汉语 又能连书琴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旗盒 我幻想着有一天 带着我的书琴 去中国留学 来自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 中文名字叫 驻山河的Saint-Lamart 获得第二名 他在才艺表演单元 用西方乐器竖琴 弹唱自己改编的中国歌曲 放下 让人沉醉在一片中西文化 融合的美好想想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全部都选择,而不是为了什么。 我们说我没有机会,但我完全不相信。 在这次法国大驱赛中产生的前三名选手将代表法国大学生参加在中国国内举行的汉语桥总决赛。 在以往各界比赛中,法国大学生选手已赢得了不少奖项。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汉语教学的良好水平。 中国驻法国使馆公使贤教育参赞马艳生, 中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何彦军, 阿尔萨斯大区议会副主席贝里亚尔, 斯特拉斯堡市长代表让雅克吉塞尔, 阿尔萨斯大区都学吉勒拜尔等出席了颁奖仪式。 担任本届比赛评委会主席的是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 CAP-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电视对来自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和巴黎第七大学中文序的五名选手进行了全程跟拍, 并对他们做了专门访谈, 以便深入了解这几位法国大学生参加汉语桥比赛的动机、目标 以及选择学习汉语的个人经历与故事。 在这五名接受跟拍和专访的巴黎大学生选手中, 除了祝山河获得第二名外, 巴黎七大中文系的女生曼花慧获得了最佳风采奖。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贝瑞明赢得了最佳口才奖。 贡 ndy是否、并不重要。 我们要分享一刻一切一切一切一个故事里, 如果我们赢,还是不, 就非常厉害了。 感谢您的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